他的问题不是造势 他的问题是逃逸 其实难免在交通 大家开车或什么 有时候总是难免擦撞 那有的或许严重 有的不严重 但造势这件事情 他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是 很少人会有这个胆子 去造势逃逸 特别是他这个看起来 显然是撞得不轻 那陈伯卫刚讲的这个 当然又正当整理出来的 还在说谎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是我听完今天 他的说法之后 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一点 他的意思是说 我当下没有感觉 但是警察来找我的时候 我全部都认了 那你是在做假笔录 如果你没感觉 你不是应该要说你没感觉 那你就全部都认了 那你到底是有感觉 还是没感觉 你是说你当时做的东西 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吗 你做了一个假笔录吗 这说法我觉得非常的 不能理解 那当然就是他今天 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 的一种公关处理的方式 那其实如果在起诉书里面 是有一些蛛丝马迹 他当时怎么说呢 判决书 这个应该是法院的判决书 对于兆逃过程是这么说的 陈柏惟明知 明知哦 明知其驾车 照事致人受伤 因及时救援 以减少伤亡 并不得规避其责任 尽未采取电话报案 或直接将伤者 送医等必要之救助行为 意味停留于现场 等候警方前来处理 责任归属问题 即基于照事逃逸之犯逸 驾驶上开 自用小客车逃离现场 各位 当时的判决书是明知 陈柏惟明明知道 然后同时又讲说 他有造势逃逸之犯逸 犯逸这个字眼 虽然它是有法律上面的 它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 但并不难理解 就是我们今天 去杀死一个人 跟造成一个人过失致死 他最大的差异 可能就在说 你有没有主观上面 要去杀死这个人的犯逸 所以呢 这个判决书竟然讲到 他有造势逃逸之犯逸 显然就是法官也认定说 陈柏惟是明明知道 他撞到了人 却选择逃离现场 这没有他现在 今天在那边讲说 我其实没有感觉 所以他到现在还在说谎 你可以把那个还在说谎 没有加问号 不用加问号 不用加问号 他就是在说谎 因为他今天的 当时的判决书 我们还原时间续 当时的判决书 是这样讲的 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明知了 又说他是有造势 逃逸之犯逸 然后现在 当这事情出来之后 他吞吞吐吐的讲说 讲说哎呀这个 没有感觉嘛 那他就前言不对后语 然后也在笔录上面 显然说谎 我觉得陈柏惟今天这件事情 他可以分好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 他显然在很多事情上面 是避重就轻的 是隐瞒的 这刚刚我们一一爬书出来 也出现了 然后接着呢 他在很多的 这个后续的处理上面 有时候呢 除了他以外 还有很多的租队友 纷纷的这样 把他往火坑里面 再把头再压进去 他想要起来 他就把头再压进去 他有很多处置 让我觉得非常莫名其妙 比如说他们这个 激进党的党主席啊 党主席 陈义琦就发了一篇文说 陈柏惟当时就跟我讲了 我是劝他没问题 我们就采取修复式正义 你就用一身来偿还这笔 这个对社会的责任 怎么你们要搞别人 那时候就是转型正义 即刻杀头啊 然后陈柏惟就可以用 一身的修复式正义 来偿还这笔债呢 你在讲什么东西呢 我是听不懂 什么叫修复式正义 什么叫 然后你们讲别人 都转型正义 你就修复式正义 然后陈柏惟自己又讲说什么 这个对我人生价值观 造成很大影响啊 我今天会 怎会这样子的我 都是因为这当时经历过一场事件 这份文章我也看不懂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 不知道他自己写 还是他有文胆 公关处理的文胆 简直就该去推出去杀头啊 你在讲什么 这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我们常常 这个影视作品 或在真实生活中 也有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邻里之间 什么神父 整天都是这样子 非常的这个温柔慈祥 然后很睿智的 结果大家发现 他原来是杀人犯 他曾经是杀人犯 然后呢 结果他现在打过自新之后 发现他现在就是一个 对大家都称颂的一个好人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发现 他过去这个过去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体谅 大家可以体谅说 他过去那一天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造就了他现在 人生观的肯定 变成一样的好人 但你不是啊 你一直都是个鸟人啊 现在大家只是发现说 你比我想象中的更鸟而已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完全你搞错了吧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 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形象 或一般民众对你的认知有什么误会啊 你怎么会说 啊这个过就是过去这一些造成 造就了现在的我 你现在就是个烂人 只是比人来想象中的更烂而已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 这个危机处理的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然后再来呢 不是说修复是正义 那请问从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 他去过人家家里几次 不知道啊 不晓得啊 不晓得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但是我真的也不想去打扰那个 就是当事人 但是我真想知道 有没有去拜访过你 关心过你 我真想知道 然后今天一对惊慌失措的猪队友 纷纷发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说法 像是周玉扣说 造谣啊 黄阳明造谣啊 造什么谣 造什么谣 周玉扣自己写错 说骑机车造势 他就开车啊 周玉扣自己乱造谣 周玉扣自个人造谣啊 说我一个人造谣的人才是造谣啊 对 所以陈柏惟是开车不是骑机车 周玉扣自己帮 想不到陈柏惟开脱 还把那个文章写错 刷骑机车 这是第一个造谣 然后呢 还有联合报看了一篇说 有这个绿委讲说什么 陈柏惟啊 看起来陈柏惟这个当然家境 因为是不好啊 要是言宽衡就不用半夜出来工作了 对 我想说这是什么 陈柏惟家境不好吗 对 然后我先姑且不论说 这是什么谬论啊 然后所以说半夜 就是有半夜上大夜班的 早上起来撞到人都可以怎么样 塔律班式的这个法条 法条跟大家不一样 塔律班判只要你晚上有上大夜班 撞到撞到人 就可以网开一面 就跟塔律班式的 就是你喝酒喝到超过酒测值 但是你只要能够走直线 就可以不用起诉 你在说允工是吗 就可以不用起诉了吗 然后结果果然这样 这个荒腔走板的这段谬论啊 他这个绿委果然是不敢拒名 然后再来呢 今天绑管的时候 我们就上陈柏惟的脸书一看 他po那个你知道道歉文啊 然后呢跟大家这个一个声明 很多人按赞 下面一排啊 一排那个绿委啊 蓝勾勾去留言 我如果我把这个文章支出 我以为陈柏惟即将出征奥运啊 下面一片加油啊 一片加油之声不绝于啊 我都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好加油的 一个肇事逃逸 他今天如果是肇事 然后呢你们去帮他加油 然后呢他好好处理 然后肇事了 然后呢我们这是好吧 也许某种程度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看他跟这个 这个被害人是怎么样谈的 他是肇事逃逸 你要加什么油啊 你们的价值观会不会错乱到 我们已经无法理解了 我不能理解说要加什么油 他不就是已经把油门踩住了 所以才跑了吗 还要再加油吗 还要再跑去哪里呢 所以我这是听不懂耶 一步错步步错 还有猪队友来这边 来这边落井下石 提油救火 柯宇伦啊 柯宇伦啊 还去加油 柯宇伦自己烧机车的 还去加油 你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火上加油吗 我刚刚听凯翔讲完 我去看了这个周女士的脸书 这个他八小时前po的这个文章 他说 说陈柏惟驾车造势逃逸 新的抹黑 目的是微味旧造 替朱立伦的造谣丑闻 转移焦点 他说当事人的回应是呢 此案是2012年的旧案 而且双方大使已经达成和解 那天工作到凌晨6点 一整夜疲倦驾车造成意外 甚为懊悔 故事后全力配合侦办 当日到警局 久策直为零 也急为关系受害人 并且已经达成和解 我想请问一下周女士 你po的这一篇当事人的回应 跟他有没有造势逃逸 有什么批关系 你说造势逃逸是造谣 是抹黑 然后po出当事人的说法 你并不能证明 他没有造势逃逸 更何况判决书写那么清楚 你是蜡蜡就像什么东西 你真的好离谱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媒体前辈 我真的 再来 差点按到赞 好险 在划的过程 差点按到赞 赶快收回 来 七小时之前 他又po了一篇文章 说法官在当年的判决书中 明文确认陈柏惟有忏悔之意 车祸当事人也打电话 证实说原谅陈柏惟了 还有什么可以拿来政治操作的 我回应一下 我们就是政治操作 因为这个人 当时说谎 现在继续说谎 他撞人 落跑 获得原谅 赔了金钱 也付出了法律上极轻微的代价 我可以不认 我可以不管 好OK OK可以 可是你当时的说谎 现在的说谎 那就完全是两件事情 当时的车祸事件 那个叫做法律操作 现在还在说谎 那就是政治操作 因为你已经不是当年一个 懵懂无知青春可爱的 26岁少年了 你现在36岁 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拿着当年的成年旧事 出来满口谎话的 帮自己辩论 想让自己免于被罢免的命运 那对不起 那就大家来政治操作 因为你就是一个垃圾 因为你就在说谎 我甚至严重的质疑 你就是酒驾落跑 你就是酒驾落跑 不然你怕什么 你怕什么嘛 然后我刚刚看到朱凯祥的贴文 我要帮他promote一下 很赞 朱凯祥说 他说我解除了一些 跑去陈伯伟粉专 喊加油 送的脸书朋友 所以如果你发现 有些政治人物 你发现 凯祥突然间不是你朋友了 因为你干了这些烂事 就这样 你怎么没讲我后面一句呢 你后面一句是什么 我说我去解除了一些 跑去帮陈伯伟加油的 那些朋友的关系 因为大逸之年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很多人生计跟生命 突然遭受很大的冲击 那这两年的这个疫情 大逸之年给大家最大的启示 就是人生无常 然后人生苦短 没有时间浪费在一群智障身上 所以你才能出去玩 对